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聯想到的必吃美食 另一頭還有煎的酥香酥香 光聞這小鹿亂撞的秦光 獨家鹹豬肉蛋餅 各種美食齊聚一堂 都是大家莫名的菜點 我這邊最近出現了 很多香港客人 因為很多香港客人 他們覺得蛋餅在香港 因為沒有 所以他們會特別想要 衝來台灣吃 覺得還滿好吃的 基本上就是放了學校的課 最後就過來了 這邊就算吃得比較多 地方就會經常來 秦光商圈農安街的會街一帶 因為老舊建物 與新大樓參雜 被金正局點名 店面延續性照差 地價下跌 回想昔日 純盛時期曾有兩百多個攤位 確實人潮有些下滑 但正在逐漸轉型 發展商圈特色 秦光市場是一個代表 好像沒有人不認識 我們的車水馬龍 人都會被擠出去 大環境也不是很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轉型 時日的一等一商圈 轉型再出發 現在用美食群聚 重新拉回顧客的心 三立新聞楊育勳 劉亞文 台北報導